态度 个性 而不是一种理论 文字 这一点很重要 谣传二生 讲整个世界都知道你不好 有怀生怯悲悯心 你一点都不生气 还想说 哎呀 我做得不好 他才会让他误解我 让他不小心造而业 我希望他能够了解 我希望他离苦 一点点都没有怀恨他 心中有一点爱 心中有一点恨 你的菩提心就不见了 记住这一点 所以各位特别是 出家人对出家人要小心 因为大家住在一起 我看那个不习惯 你就是毁谤僧人 因为你不要忘了 他也是出家人 你也是出家人 你去讨厌一个出家人 不喜欢一个出家人 去骂一个出家人 就骂到三宝 所以共住不容易 不容易那就是你可以修忍辱 你可以包容对方 对方白天不听你讲 你晚上就朝着他的脚 那一拜一直拜 回向给他 跟他忏悔 隔天他早上醒来看到你还满高兴的 因为你拜了一晚上他也不知道 但是他功德他修道 你不这样你怎么修了 没有对方如此 你怎么修忍辱呢 所以不能搞派系 不能吵架 不能互相的不高兴 因为有这种 所以我在我们生团里面我经常交代 如果你们两个人一派 跟别人合不来 我会把你们两个都开除掉 为什么 你搞派系 搞分裂 要好跟每个人好 不是跟那个人好 如果跟那个好 你们两个是夫妻关系 搞同性恋 那这样就是搞派系了 有爱跟有分别 那就离开佛法 我们不能说勉强勉强 为了出家人多一点 就勉强勉强 凑合凑合 面子面子 那这样有这种不好的基因在里面 到场就不清静 所以这一点要从自己做起 所以无论对方怎么样伤害你 你都要这样子的 修交换 修回向 待受过 赞哈德 各位要这样背 先背三个字 这才是我应该做的 菩萨应该做的 那详细前面这三行 更详细很多善知识 包括大宝法王 都讲了这个佛子行 三世纪颂 谁要是善知识都会讲这个 好 那我们 我看不要念太多 等一下各位会翻脸 我们把它念完我就不解释 好不好 这样就OK了 那就非常圆满 但是我认为这个很容易 但是各位就实践了 不是解释 我像我这个人很会解释 但是我解释不见得正确 因为各位中文可能都比我好 但是至少我尽力了 但是各位你不能说 佛经我看不懂我不要看 看不懂没关系 看得懂了做得到就不错了 佛经里面有十万个字 你能够做里面八个字就已经不得了了 你不要说有些人全部看懂了 也没做半个字 他只是在研究分析 他从来没有去实践的 我们佛教叫教法正法 这个教法是你可以了解 研究佛学的 但是最主要是你要去实践它 那这才有佛法的存在的必要 好 十五 大众集会彼发难 皆我隐私出恶言 与彼反身上是祥 被恭敬是佛子行 我护彼人如亲子 彼游是我似寇愁 正如母连重病儿 被悲悯是佛子行 同辈或诸行为者 虽华傲慢吕欺凌 我亦敬彼如上师 恒顶待是佛子行 众人轻见缺资才 父遭重病疾磨轻 众生罪苦仁取寿 无畏却是佛子行 众人清静赴圣明 财富量其多闻天 因观荣华无实意 离交慢是佛子行 内心称慧未调福 外敌虽福玄征圣 故因素心慈悲君 详自心是佛子行 五欲本质如海水 随意受用增饥可 于诸能生爱取有 顿时舍是佛子行 世间所有为世线 心体离诸细论边 了达能所本无二 不知义是佛子行 赏心悦是现眼前 因观犹如下时红 外境虽美中非时 离贪着是佛子行 诸苦犹如梦丧子 忘直时有起烦恼 故于违缘惠玉时 观虚忘是佛子行 求觉应须舍自身 况且一切身外物 故于身材尽舍却 不忘报是佛子行 无戒自立不能成 欲成立他岂可能 故于三有不需求 勤护戒是佛子行 欲想福慧诸佛子 因观愿家如至宝 于诸有情舍愿对 修安忍是佛子行 二圣行者为自立 上情修如旧投然 为力众生起上根 发精进是佛子行 圣身净律生会观 能尽除灭诸烦恼 知此因离似无色 修禅定是佛子行 六度不依智慧行 正灯正觉不能成 上瞧方便三轮空 修智慧是佛子行 自身过时不在意 道貌黯然行非法 故当相续横省茶 断己过是佛子行 无名忘说他人过 突然减损自功德 于诸三圣修学者 不非他是佛子行 磐徒历尽其争执 闻思修业将退失 故于亲友施主家 离贪碍事行 粗言恶与乱人心 败坏佛子诸行仪 故于他人所不悦 绝恶言是佛子行 烦恼承袭则难改 进行常思对治法 贪等烦恼出生时 急催坏事佛子行 当于何时行何事 身观自心本面目 横系正知与正念 修立他事佛子行 勤修诸行所生善 为除众生无边苦 三轮体空清静慧 向菩提示佛子行 我依经绪诸论典 先贤圣众所说义 未欲修学佛道者 传佛子行三期诵 财书学浅文不经 硕学展读难欢喜 然依经教圣者故 佛子行颂应无误 佛子诸行广大海 愚钝如我难尽策 其愿智者慈数佑 为理不达诸过失 愿以此善寄众生 洗发圣俗菩提心 不住涅槃初轮回 成就等同观世音 那后面讲的就是 除了改变你的态度 修知他交换忍辱 然后要进一步布施持戒忍辱 精进禅定修智慧 不但如此呢 还要能够布施碍语 力行同事 那作为一个菩萨 那就应该有菩萨的 语言行为模式 不能讲话骂人 绝恶言 所以要施时断除烦恼 不能执着金钱力养 第三十七最重要的重点 三十七一百四十七 勤修诸行所生善 我们精勤努力了 广修所有的菩萨行 所有的善根 所生的善根不是为自己 回向给众生 未除众生无量苦 希望众生得到你 你所有的累积累世 身口意的善根 能够布施给众生 那我们呢 自己就安住在 没有我 没有你 没有这个善法的空性 三轮体空 清净慧 只有追求成佛的菩提 追求佛陀的智慧 像菩提是佛子性 所以所做的一切功德 可以回向给众生 所做的功德 回向自己跟所有众生 都成就佛道 成就佛陀的智慧 那我想希望各位经常读诵 我刚刚听各位年轻的法师念 太好了 各位太宝贵了 你居然还懂中文 你还会念经 而且念了这个经中之经 三十七颂 那希望各位要发起一个勇气 将来透过缅甸化 透过歹族化 把佛子行 把大乘的精髓 把佛法的精髓 告诉对方 各位你不能客气 如果说我又没读书 我又没读佛学院 那我又哪里哪里不好 不要找自己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有佛性 不会讲话会变讲话 哑巴会可以讲话 所以佛法不可思议 只要你有那个愿 那今天我不能讲是 我有障碍 所以我好好的礼拜 观音菩萨忏悔 就像求纳巴陀罗 忏悔了二十一天 观音菩萨给他换一个头 他不是中国人 他却可以用中国的语文 把华严经表达得很好 在中国推广华严经 大方广佛华严经是 真正的菩提道次第 而且也真实的实修方法 所以这个世间太不可思议了 因为你上辈子你搞不好是印度人 所以你只要有这个菩提心 累世的善根就可以激发出来 你去学就很快 也很容易体悟 就像你读新经好熟啊 你读地藏经好熟啊 因为你已经读过很多遍 而且你在实践了 所以你就会跟他相应 好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防疫医师詹佩君 廉价结束后防疫物松懈 自主健康管理14天 共同降低传播风险 廉价期间 曾前往人潮拥挤的景点或场所 因自主健康管理14天 外出时 请全程佩戴医用口罩 在家时 请维持社交距离 若身体不适 请在家休息 若需就医 需佩戴口罩 请勿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进医师评估后 进行裁检 在确认结果前 请留在家中不可外出 即使检验为阴性 仍需自主健康管理14天 若无出现任何症状 可正常生活 但请避免出入公共场所 急延后洗牙等 非急迫之医疗 请国人配合防疫 共同团结 守护家园